一星期一本书 沉默了 有人说遗憾 已经好几年不敢再恋爱 但有个姑娘的回答 我很喜欢 不遗憾啊 我后来遇见一个 更懂我的人 我很庆幸 我放弃了 没有凑合 抖音上最近有首歌火了 聊聊几句歌词 戳中了很多男女的泪点 后来遇见她 陪我春秋冬夏 愈合我的伤疤 大概 我会一直心服吧 每个人的心里 都藏着一个名字 会在辗转难眠时想起 会在某一个瞬间比算 但努力了很多次 你们还是走散了 然后说了再见 拉黑了 删掉有关对方的一切 不见面 不聊天 不听闻对方的任何消息 因为明知道不合适 但还是会 忍不住想在一起 这样的日子 还会持续很久 伴随着阵阵痛苦 直到后来遇见一个人 陪你度过春秋冬夏 你知道 溺水是什么感觉吗 遇到对的人 就是在水里 被拯救的那种感觉 曾经 遍体鳞伤 为了保护自己 长出刺 结了疤 但在那个人的温柔里 又找回最初的模样 看到一个短片 就像看完了 很多人的恋爱 一只被遗弃的玩具熊 每天在街头流浪 没人爱他 没人在乎他 没人愿意 给脏兮兮的他 一个拥抱 下雨了 他躲在路人的雨伞下 餐厅的小孩 也不看他一眼 是他不值得被爱吗 不是的 他后来遇到 一个绅士的男人 把他捡了起来 送给女儿 这个小家伙多可爱啊 我们把他带回家吧 小女孩一眼就喜欢上了他 把他紧紧地拥抱在怀里 很多时候不是你糟糕 只是没遇到 真是你的人 感情也是如此 和错的人分开 未必是件坏事 反而值得庆幸 你会逐渐意识到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自己需要的 和沙漠的五百天里的汤姆 分手后特别挫败 一开始他陷入抑郁 无法接受这段关系的破裂 直到后来 他遇到一个女孩 一个真正适合他的人 原来真正契合 是这样一种感受 他才慢慢找回了优秀 充满吸引力的自己 谈恋爱不怕爱错 怕的是 不敢重新开始了 人生很长 我们终究都会遇见一个人 被他填满内心的苦涩 抚平所有的伤口 有一个片段 女主被相恋十年的男友背叛 他来到照相馆拍照 指着男友照片 对摄影师说 我想照笑得灿烂的照片 像他一样 可无论女孩怎样挤出笑容 摄影师都在摇头 你这不是小 不要想着那个 让你伤心的人 女主听完 哈哈大笑起来 但也满眼泪水 后来男孩回头了 对他说 我想你了 女主没有停留 而是回答 完了 现在没有你 也能活 感情里最难看的状态 不是分手时的撕心裂肺 而是明明不爱了 却勉强着纠缠在一起 互相捆绑 不放过彼此 又失去了自己 婚姻中最坏的结局 不是离婚 而是成为面具夫妇 分开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而是一种勇敢 别苛责对方 别勉强自己 超某米兰达 在结束婚姻之后 带着儿子独自生活 她没有因此而消沉 而是继续过好生活 而在她34岁时 爱情又找到了她 结婚时她说 我找到了灵魂伴侣 有些分开 其实是在给 更好的人让路 毋庸置疑 好的事情总会到来 当她来晚的时候 也不是为一种惊喜 没有谁是理不开谁的 别再惦记放弃你的人 如果我们相爱 我的手会在你的头发上 多停留几秒 如果你不爱我 那我只会轻轻地告诉你 你头发乱了 没什么好担心的 你也不会孤独到老 她来了 她走了 你的星空都还在 如果把自己打扮心服 只是为了给世俗眼光 一个交代 连最基本的喜欢都做不到 却为需要合适 度上一辈子 一定要记得 别和不够爱的人一起生活 这是对自己 和爱着自己的人 最大的敷衍 有些人谈了爱情 一次便是永远 有些人想要婚姻 注定看看可可 但陪你春秋冬夏的人 一定会出现的 终有一天你会发现 你的前半生 都是为了遇到某个人 做准备的 我经常看后台的消息 知道很多人都在犹豫 有的被催婚 开始一点点 想要妥协自己的感情 有的太深情 怎么都忘不掉前任 对自己的好 有的敏感了 很多年都不敢再触碰爱情 其实我都理解 我想用后来遇见他 再给你们一点安慰 无论你的伤疤有多疼 总有人会带着甜 来弥补你 他来没来 等得久一点 又怕什么呢 在他来之前 自先沉稳 在他来之后 一起用心相爱 看完文章 点点再看吧 等时间发酵一下 你等的那个人 很快就要来了 好了 今天的和大家分享的文章 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守候 如果你们也喜欢 我们的文章 也别忘记 在文末给我们 点一个再看 也祝各位 每晚好梦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